凯旭 刚刚看完前面那段的介绍 也就是说人在压力底下会有什么样子的生理反应 就是你在紧张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生理反应 你记得吗 就是当我们交感神经活跃的时候 我们的心跳可能会变快 然后血压会变高 然后我们的就是血管它也会收缩这样子 OK 心跳变快 血压上升 会造成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 这个时候 你的 坏的胆过程就容易囤积到你的血管壁里面去 就会造成一个血管的一个阻塞的一个情况 那你照血管收缩会有什么意义 血管收缩 血管就变得比较小 那血就可能比较流不过去 或者是它的那个压力就会变大 OK 那这个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有血管阻塞的情况就危险了 因为你血管阻塞了 血液能够流通的量已经比较小了 如果你再一紧张再把它收缩 所以血液能够流过的就更少 塞在心脏叫心肌梗塞 塞在大脑叫中风 中风 OK 好 那即便 即便没有完全阻塞 没有到心肌梗塞 或者没有到中风的情况 你想想看 你如果经常的一个紧张血管收缩的话 你组织 你身体的组织 其实获得血液供应的量 是多的还是少的 就变少了 所以你的细胞会饿喔 肚子会饿喔 OK 同样的 你的大脑 血管 如果阻塞的话 脑神经可能就一样会饿 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的大脑其实没有办法 浮力方训的 那常常很多人就说 记忆力不好怎么办 吃银杏 看你血迹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 有效的练习方法 就像我们上周教各位的放松训练 你能够让你的血管扩张的话 你的大脑细胞 是不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 血液跟氧气的供应 那表示你的记忆力比较 好 比较好对不对 同样的 如果你的血管 大脑血管经常是收缩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 那它可能影响记忆力 同时呢 脑细胞受损的话 你是不是比较容易失智 OK 所以呢 放松呢 有很多的好处喔 血管扩张的话 有很多好处 对现阶段的你来说 记忆力比较不容易受损 大脑的功能可以完全的发挥 那将来也比较不容易发展成失智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 介绍给各位的放松训练 是很值得大家持续的去练习的 那如果你也好奇 我在压力跟持续底下 我有没有心跳上升 血压上升 然后血管收缩的情况 你想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状况的话 那我介绍你到医院 有几个医院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服务 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合作的研究团队 大林慈禁医院呢 他临床心理中心就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由徐秋田临床心理师开设的一个清心减压的门诊 他可以帮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查 OK 那他的课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有身心压力横见 那就会帮你检查你在压力跟情绪底下 有没有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扰动的状况 有没有血管收缩的一个状况 那必要的时候 他会提供一些个人或者团体的课程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欢迎去使用 那其实我也蛮忠心祝福各位 在上完清心减压保健康这八周课程之后 你的状况是不是有变好 那通常我们在医院开设这样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在上课之前会做一次检测 上课之后再做一次检测 那这样子大家就会知道说 我到底有没有进步 OK 所以如果你也好奇 想要知道自己 上了清心减压保健康这个课程 八周之后 你有没有改善有没有进步的话 你也可以到大林慈激医院来做检测 那如果你在北部的朋友的话 台大医院一样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台大医院由正义如主任 以及正常常年床心理师 会提供自律神经压力管理的特别门诊 那一样可以帮你做检测 看看你有没有压力底下交感神经过度亢奋 所造成的心跳跟血压过高 或者是血管收缩的一个问题 OK 那它一样有检测的部分 也有课程的部分 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台大医院 北部的朋友可以到台大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测 这样你就知道上完八周的课程 你有没有进步了 OK 那当然你会想说 那我不住台北 那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中部的一些心理治疗诊所 可以帮各位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除了台北之外 那在台中 台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单位 所以如果您住在台中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到台中 到同心理治疗所去做这样的检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自己在压力或情绪底下 有没有心血管的一个过度反应的一个问题 那同时呢 上课前后 如果你去做比较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这个课程 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忙 OK 好 那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